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高庄市消防局的大家长王志平 王局长来跟我谈一下消防方面的问题 今天的主题是要请王局长来跟我们聊一聊 就是跟大家卸身赦免财产有关的居家安全 今天非常荣幸 请局长来跟我们聊这个议题 杨博士好 还有我们港湾新闻网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又跟大家见面 今天主要是要跟大家来报告居家安全这个区块 那有鉴于110年 我们高雄市沿城区的城东城大火 发生大火 造成重大的人命张网 那避免汗事再次的发生 我们消防局也针对屋林20年以上 六楼以上的老旧大楼提供了三项的一个辅助措施 来强化大楼的一个居家安全 那第一个就是提供我们消防安全设备三灯二气的一个辅助 包括就是照明灯 请请教一下 收三灯二气是第一次 好 三灯二气就是我等下就是继续要讲了 那就是包括照明灯 出口标示灯 还有避难方向指示灯 那两气就是灭火器跟助勤器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老旧公寓大厦 它的消防安全设备可能都连久时修 损坏 那功能也可能失效 所以为了确保这个住户居家安全 它能够即时预警直到火警 然后也可以进行出其灭火 再来最重要就是它能够来得及紧急避难逃生 来减少人的伤亡 那当然这个是最重要 所以我们消防局在111年就订定了老旧公寓大厦 三灯二气消防设备的辅助计划 那针对90年12月31号以前取得使用执照的这些大楼 它如果消防设备已经不合格 那我们会协助安装三灯二气 那来补助 那总计我们这个计划编列了2300万元 完成补助大楼有700元移动 那第二个计划是补助老旧大楼办理检修申报的一个补助 也就是对于110年1月1号 尚未向我们消防局来办理检修申报的这些六楼以上集合住宅 我们会来提供补助 那要求它要定时来进行检修申报 那每栋大楼补助一次回员者 我们也编列了金费700万元 那截至计划完成 总共有补助718栋的一个大楼检修申报 另外很重要一点的计划就是 我们也提供相防设备修缠贷款的一个利息补贴 那就是也是要鼓励这些老旧公寓大楼 能够尽速改善消防安全设备 所以也是针对屋林20年以上的这些大楼 只要它的管理委员会或者管理负责人 他愿意要进行消防安全设备的一个维修改善 都可以向本局来提出申请 那核准后就可以向我们签约的金融机构 来取得维修的资金 请教一下 这个措施是全单是我们刚好是首创的吗 这个计划是我们刚好是首创的 所以也有很多县市在询问 可能也要跟我们来取金学期 这个是我们也是特别提出的一个补助方案 所以他这些官员会提出申请之后 我们核准就可以向我们签约的这个金融机构 来取得维修的资金 那由政府来补贴他这个贷款资金的这些利息 那就可以减轻这个大楼的一个支出负担 那我们这个专案我们也编列了补助利息的金额是100万元 那总计也有很多的大楼提出申请 那核贷金额高达1780万元 那再来又跟大家报告相当重要的 也是居家安全的这个注警器的一个补助 那在消防法就有规定 在106年12月31号前就要设置注警器 那用意也刚刚也报告过了 就是要让住户多能够及时发现国警 然后进行初期的灭火 然后最重要当然就是尽快能够逃生 那减少这个住户的生命伤亡跟财产的损失 那另外为了确保我们弱势族群的一个居家生活安全 这是我们最担心的 那所以我们也针对三大弱势族群 包括低收入户、独居长者 还有一些身心障碍的这些住户 我们都会依照社会局提供的这些清澈 我们都优先来进行补助发放跟协助安装 那目前这个执行率已经达到100% 那另外我们也针对 那非常非常简单 是谢谢博士 那其实这些弱势都是我们特别要需要照顾的 所以我们也是最担心它的居家安全 那当然其他我们也有针对五楼以下的这些透天公寓民展 也是有这个补助 补助住景器 那今年我们也特别 最佳 办理最佳预算 有信台币7000万元 通通是采购住景器 总共采购了25多万颗 那规划在今年分五个阶段 透过免政系统 也就是我们的区工所 还有李林长来协助发放 那我们也提供简易的这个安装工具 来辅助装设 那目前这个补助力已经超过八成 所以在这里也要预请符合资格的这些市民 都可以利用我们的网站网路来申请 也可以直接自电给里长 或者说我们辖区的消防队 都可以每步来补助一科 那目前在我们实际发生火警上面来讲 这个注景器确实应该有发挥它的功效 当然 这个区块我们其实也有进行统计 刚刚这个主持人特别关心 我们也统计从109开始到今年10月31号 因为装设注景器 及时发挥预警作用 然后住户也执行出息灭火 或者说他有顺利逃生 成功的案例有79件相当多 所以也成功挽救很多市民的生命财产 所以我这里也要特别跟大家提醒 注景器真的是住家的一个守护神 也是生命危害紧急时刻的一个救命神器 它的成本不知道但是它发挥的效果会非常好 它真的是每个年 在一般的卖场都可以购买得到 可能花个几百块 就可以守护全家的安全 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自行的购买 把它装好装满 才能够睡得安心 跟住得安全 我住透天了 我全家全部都需要透天 每个房间都有座 是 这个真的是小小的一个警报器 就可以发挥很大的功能 所以这个区块也因为 这个注景器救了相当的 那我们现在的很有效的一个做法 就是每当我们发生一些民宅火警之后 我们都会立即进行这个注景器的一个宣导 那我们发现在那个当下 其实宣导的效果最好 所以那当下我们其实可能针对这些 这个起火库我们进行宣导之外 邻近的这些住户 或者出来 这个也不是看热闹关心的这些市民 我们都会及时宣导 那很多都是 他原来都不晓得这种注景器 也不晓得生命的 那透过我们当下的宣导 那也获得很好的一个效果 是 那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再做报告一下 那我们对很多消防安全的工作 都在进行宣导 大家也常常看到 我们都结合很多的一宵志工 还有大家很熟悉的这些复训队 经常在大小的活动场合 或者说社区、邻里、学校等等 都一直在进行不断的呼吁跟宣导 我常去参加市政府一些活动 我看到消防学员都设摊位在宣导 谢谢 都非常乐意对这个工作来加强宣导 那是也因应这个网路时代的一个来临 我们在资讯传递都非常的快速 所以本局在把防火宣导这个区块也在进行转型 也成立了港部消防大小市FB的一个粉丝团 来提供防火、防灾 甚至一些紧急救护的这些消防知识 那目前追踪的人数已经突破一万九千人 我们会再来持续的一个推广 那另外也有制作一些当然文宣 那特别为了要提高这些效果 我们也创作了很多 威胁、幽默、令人印象深刻的这些短语的 包括说 雅博士你知道吗 其实火灾比种热透的节率很高 真的吗?火灾 确实 所以也要提醒大家不要大意 要重视火灾的可怕 其实随时发生 大家都不可以预测了 所以也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强化自己居家的一个生活 这个居家的生活安全 那另外我们也统计了 这个在大家同心协力 不断的悬打 或者说我们消防同仁这个 强化的这个救灾 那我们刚同事火灾案件的发生数 也在这边跟我们观众朋友做一个报告 那今年我们统计到10月底 火灾建树是1,217件 那建筑物的火灾是373件 那相较去年同期也是一样 一到10月 去年同期总建树是1,620件 那建筑物火灾是590件 所以我们在总建树降低了373件 那建筑物的火灾也降低了217件 那整体火灾的建树呈现大幅的下降 让我们对整个这个预防宣导工作 增加了无比的细心 那也感到很欣慰 也特别我们很多的医消职工的一个方法 当然最主要还是我们市民的安全观念意识都有提升 这是让我们最感到高兴的 一定可以到达降低我们火灾的建树 跟市民的一个不幸的世界 菊长 刚刚提到说我们有一个消防救灾 居家安全非常重要的一个住警器 那今天能不能请你帮我们讲解一下 这个住警器是长什么样子 大概要怎么操作 太好了 刚好现场有一个住警器 就是我们这个住户非常重视自己的一个居家安全 那这个住警器的安装相当的轻便简单 那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那其实最主要就是你从这个外壳拆下来之后 要先装上电池 这个电池 这个电池寿命10年 长达10年 所以现在这个 这个器材都 零件都相当的 相当的 因为一般人可能就是 很懒惰 没有去换电池 他可能就失去他的功效 那如果10年的话 应该还蛮方便的 那个装上之后 我们就是一样把这个后面的盖子把它拴紧 那最主要这个 我们还有附这个双面胶 那这个厂商其实现在制作越来越尽量减变 所以这个双面贴就试下来这样连着 那其实就这样连着就可以直接装在 枪墙面 挑完以下大概30公分左右的高度 那装着 它如果有烟雾产生震射到的话 它就会发生警报提醒 那当然这个注锦器 我们要测试它是不是 现在是打开的状态 或者说它是不是功能失效 所以这里有一个测试的按钮 打开了 按下去看它会不会有作用 那就可以发现了解这个注锦器是不是有效的 那我就按一下看看 测试证查 哦这样就是代表政策 测试证查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测试的警报的提醒 当然这个如果真的正受到的话 大概有很多的一个提示提示警语 那当然样式很多 那这个就表示这个功能是正常的 所以那这个安装也很简单 那里面的说明书其实都讲解得很清楚 只要详细看的话 按照它的普通很容易的安装 那这个也可以连结到我们交往局的一个网路 它就会直接有影片教导大家如何安装 所以相当的轻便 也呼吁大家一定要确实安装 要像杨博士一样 把自己的住家都 每个楼层都装好装满 特别客厅、厨房还有自己的卧室、厨厂室等等 其实都要安装才能够确保安全 那另外就说刚刚局长提到说 我们有一个港都消防大小室的FB粉丝团 那最终人数只有一万九 这部分我们也许透过我们港湾新闻 还有我们一些媒体的力量 可以来多多宣导 让他的粉丝最终人数能够再突破 我想就是让他成长一下 因为这个消防救灾是非常重要 那今天非常谢谢局长来接受我们采访 那下一次也许我们再请局长来跟我们聊一下 我们消防局的这个装备升级的这个部分 我们有哪些积极的一些成果 好,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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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